我们现在把车淋在这边路边 看到他们下面好多风箱 我们过去看一下 伊犁这边的黑蜂蜜也是比较出名的 我们下去看看是不是有蜂蜜什么之类的 下去转一转 这就有蜂了是吧 只要有花 只要花开了 蜜蜂就开始采蜜了 走 伊犁这边最多的就是叫黑蜂蜜 这边有好多蜂箱 差不多有个上百个蜂箱 看一看 知道了 不折就行了 手折不折 脖子 其实要做一下蜂蜜也是好的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哇 这么多蜜蜂啊 你看这个嘛 它就是奉着自己造的房子 如果我们人没有来的这个的家 那个翻着掺紫的地方嘛 它自己造的这个 这在这 整成自然的东西 这是它自己造的 自己造的 自己造的 这个是粪草蜜吗 这个 这个如果要撞上蜜的话就叫蜂草蜜 现在没有撞 就是叫 空草皮 空皮子 空皮子啊 现在这个季节它就先把窝做好 对 现在光是翻着缝的时候 到这个 我们进入打蜜 主要在七月十五号到八月十五号 哦 七月十五号到八月十五号 开始打蜜 哦 对 这个烟 这个孙的有什么作用的 叶吗 叶就是它会扯人嘛 有叶它就 哦 它就不得人 哦 对 哦 哦 这个好准 离得一间近一点 哦 一顺一带它就跑了 哦 对对对 哦 这样子的 那你们现在就是 就是先 你看 这个就是 缝子产下的纸 这里面就是蜂娃子 蜂王子啊 蜂娃子 小缝子 小缝子 你看 这个里面都是有虫 都是虫嘛 嗯 它一共从铲上直到车房是二十一天时间 二十一天就是从那个暖就到 嗯 就车根据开铺呢 就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就是刚刚出生的小秘宝 对对对 哦 刚出生就这么大了 嗯 二十一天 嗯 你看到蜂王吗 蜂王可以给你看 嗯 我给你找一下啊 找一下蜂王 现在就是 就是 现在是搞蜂子 做窝 蜂仔的几十号 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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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花全部开的时候 它们就可以一起出去采蜜了 嗯 嗯 哦 蜂王 蜂王就不是吧 蜂王要比别的蜂大得好多 你看 哦 哦 就这个蜂王 嗯 对 嗯 看到吗 它比这个小蜂蜂 拱蜂要大两倍吧 可能要 有多少个蜂王啊 嗯 就一个村里面就有一个王 哦 就一个王 有两个就要打死一个 哦 有两个打死一个 嗯 为什么 它就跟人 说说了 它就跟那个人一样嘛 一家真的有 只能留一个大王 对 啊 哈哈 哈哈 这个一个蜂王很贵哦 是吧 哦 几百块钱一个呢 几百块钱一个哦 嗯 嗯 嗯 就有一个蜂王就够了 嗯 嗯 这比人还比人还矫情 只能用人一个 比人还矫情 哦 人人的话 还是这个一个风向里只能用一个吗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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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比人还厉害了 嗯 一个只能有一个王啊 别个 真的啊 就打死了 就就一个一个风向里 就是就只能为止 一个像是真的有一个 啊 哈哈 一个风向只能用一个 啊 那那这个这个 本来是有多少风啊 它繁殖树这么多了 我这个还不到肚子之后 你看这个就是蜜种啊 啊 这个就是叫 蜂蜜土成在这里边 它平时起码就在这里边 如果要切斑取蜜 就一个都缝盖了 弄刀子把它割开 弄那个稽子 突然就把它甩开了 嗯 嗯 咱们听听口音像江苏的 嗯 江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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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苏的 海苏的 你们是直向的吗 他也张 是直向的 直向的 哦 你们是在这边很多年了 我呀 我到这边好几十年了 好几十年了 啊 那你们在这边养蜂也养了 好多年了 养了 我是六八年来的 你说吧 嗯 嗯 一直养蜂 嗯 这个一共有多少个风向 他们说我们就是 这个地方可能是三百多个 三百多个 三百六十个 我们那边还有 他们是一共是五百多个 五百多个风向 那一年能产不少米啊 一年要是多到 年上这个就是看老天爷给你赏赐吧 老天爷赏赐 如果要是好的之后嘛 嗯 可以一向风呢 做三十公斤 算的话就是十五吨的嘛 十五吨 嗯 十五吨 就是五百个风向就是啊 少的话就是十五吨 这是一般的 一般十五吨 一般的话可以散十五吨 嗯 如果要是这个 杀这个 需要是年产好的之后 那就有时候达到五十公斤 单产 那就可以二十五吨 二十五吨 这就看天气情况 看天气 那这冬天这个密封在哪里啊 冬天我们就拿到自己家院子里边去了 拿到院子里去了 拿到 就讲这边 冬天它就是冬眠了 基本上冬天有 五 从十月份 十二月 元月二月 三月 有五个月冬眠之间 啊 哦 它冬眠是吧 就是 跟苍松一个样 冬天你看不到 它成了一个球形的 它就是 气得非常少 气得非常少 冬眠了 嗯 哇 像这一个蜂箱的蜜蜂 可以卖多少钱 哎呀 也是 不要 像我们这个 我这个蜂子的话嘛 就是 新年和蜂 培养极低嘛 嗯 这个一箱蜂的话 1500块钱左右 一箱蜂 1500块钱 有多少 多少只蜂啊 一般一箱蜂 在 如果这个安装正常的话嘛 就是 冬天的话嘛 在六千 到八千 这个当中 这一个蜂箱 也就六千到八千只 如果要是到 到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嘛 就是 大体上就是 一万二 四嘛 到一万六 一万四到一万六 就是 到大蜜的时候 大蜜打蜜的时候 现在我们认为是 翻针嘛 就是说 这个就是 对于说的话嘛 叫养命 欠人 佣命 也是 就是平时一直复养他的 到打蜜的时候 就一个月时间 打蜜就一个月 打蜜就一个月 每年就是一个月时间 基本上就是一个月 平时打的 平时有没有 但是人打不出来 就是真能够他 气氛 嗯 你有没有被遮过 我们是经常爱遮的 经常被遮 哎呀 我们自己 那个啥东西 这一下 会不会肿啊 一般是不肿 一般不肿 哦 哦 你看这个凤仁 现在现在 可能就是年轻多块 就慢慢的搞翻针嘛 慢慢翻针 到这个 七分的时候嘛 就可能一万多了 哦 嗯 哦 这么多 就从里面 那个洞 那个洞 打开了 嗯 对 哦 哎呦 大哥在那边看一看啊 近距地感受一下这个蜜蜂 你看它踩的 刚才 刚才踩的时候嘛 就跟那个唱一下的杂一样 唱一下的杂 知道吧 嗯 就这么小 就一个蛋壳一样 就像小壳壳 看到这个21天以后 它就成了一个小蜜蜂 你看 就蜂王 就是什么 嗯 那蜂王 这就是蜂王 这里面是什么 是蜜吗 这个就是它平时踩的 它吃了 它吃了 它的粮食 嗯 对 有个模型给它 像它这个 它有模型是吧 嗯 这就是它自己 这是它自己做的 嗯 对 它自己做的也挺好的 这个蜂蜂啊 不要它自己做的 它非常聪明 这个蜂蜂还是 不要它自己做的 嗯 这个就是它自己做的 叫凤蜂蜂嘛 就叫凤蜂蜂嘛 就是凤蜂蜜的那种是吧 嗯 对 嗯 挺好玩的 嗯 这个相当于给它培育 要培育多久才行 就培育到七月份 一直培育到七月份 一直培育到七月份 对 现在就是它现在也采不了蜜啊 就一直培育 一直培育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坑龙眼眼嘛 它都采的纸嘛 采完了以后再给它架一个就是这么个事 你看 这是比较比较顺一点 这就是新年荷凤王 新年荷凤王 是不是 看 这叫做黑的吗 这是黑的 嗯 这个凤子也比较顺你看 98%都是黑的吧 嗯 现在我们就是替成哪一个好的 我们就给它慢慢的 这种以后当总王 当总王 对 留着要给它繁殖 对 就这个品质的要比刚刚那一项好一点 嗯 对 我们这个还不是太那个 真正就是说这个 这里面八戒律嘛 哪个火嘛就给它打上火 看到这个繁殖啊 采灭啊 各方面要看一下 没有病 最起码要抗病啊 各方面都要考察呢 嗯 考察好了以后就慢慢的 这个的 集中到游总栏 在游总栏里面再挑选 嗯 嗯 挑选到最后哪个好的话就知道了嘛 嗯 现在主要是提成 啊 被遮一下说一定能减肥啊 是啊 哈哈哈哈 这一下减不减肥 真正见你长胖了就 真肥啊 真肥啊 让你总一下是吧 哈哈哈哈 真肥 这个风也认得路回家的哦 嗯 它自动了 那我拿个空箱 它会不会过来啊 一半是不过来 它哪一个箱子出去 还是回到哪一个箱子那边 哦 从哪个箱子出去 就回到哪个箱子 对 这个风也挺聪明的哦 你看后面是不是有没有风风啊 没有风风 没有风风 看你吓了 啊 看这边风景好啊 嗯 可是要到七月份才是采花的那个忘记 就采一个月 嗯 可能一般来说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嘛 这个40千左右吧 40千左右 嗯 我们继续往前面出发吧 看看路边还有什么好玩的 新鲜的 我们再下来看看啊 我觉得挺好的 走走停停 这种最美风景在路上啊 今天又看到了蜂王 嗯 那个蜂王 第一次见哦 嗯 蜂王真的很漂亮 很特别哦 母的 嗯 一个蜂王 就一个蜂箱里面有一个蜂王就行了 嗯 现在还不是采蜜的时候 采四季 嗯 嗯 对吧 蜜蜂哦 你怕不怕呀 给你这个包 给你这个包 咕 鼓起来 胖胖的 我敢让你下去啊 等一下带你去采蘑菇好不好 嗯 等下采蘑菇可以放你下去啊 啊 这边好像就有蘑菇采了 我刚刚已经看到有人在那个树林里采了 对 他们说现在是剪蘑菇的技巧 我们再往前面开一开看看 哪里有蘑菇采 我们要下去找一找看啊 现在是那个有羊鹿菌啊 去碰碰运气吧 玩一玩 还没有捡过蘑菇的哦 看这个树啊 绿的呀 哎呦 真的夏天要来了那感觉啊 嗯 真的绿的很快啊 下点雨 一会下雨 一会出太阳的哦 嗯 就这边特别适合这种植物的生长 所以这边水草特别旺盛了 我们把车开到了这个南岸景观大岛 他们说这边有蘑菇采 停下来了 我们去碰碰运气看看 戴上眼镜 哈哈 看一下是不是有蘑菇采 是不是得戴上铲子呀 哈哈 要挖的呀 大白秀一秀 捡个羊肚菌之吃 我看家面有人呢 小树林里面看看啊 人家都说在树旁边有哦 哈哈 看有没有这个运气 扒一扒看看 你这小眼睛能看见吗 看着眼睛 大白秀一下 看看蘑菇 蘑菇你知道吗 蘑菇去扒一扒 哈哈 老徐戴着眼镜 哈哈 牛都看不见了你 哈哈 老徐说捡几个回去 做拌面吃 哈哈哈 捡那个蜗牛 蜗牛不要吓得闹 大白你都开吃了 嗯 好吃吗 你不能扒个蘑菇啊 你都开吃的 石头我倒是看见一个 看看阿白吃草这里的有个石头 咦 不好看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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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找蘑菇 你就开吃了 这里有个石头 你别说还挺好玩的 哈哈 跟着什么小动物一样的石头 捡蘑菇还是捡石头来了 你看我捡到一个石头很特别哦 嗯 跟个小动物一样 你快来看 是吗 哈哈哈 可不可以给我拿回去啊 跟个小动物一样 你看他有头有脸的 对吧 你看 挺好看的 这个 是不是 挺好玩的 这个跟个小动物一样 嗯 给我拿走呗 拿了拿了拿了 嘿嘿嘿 蘑菇没捡的 捡个石头也好啊 嗯 嗯 没掰来吗 不要这样扒开的 好像是吧 我看他们都这样扒的 都这样扒的 这位水子挡住了 是啊 把个蛇出来 转了一圈 啥也没有啊 啥也没有呢 还好有收获是吧 嗯 嗯 这个饭 他们捡蘑菇 好像也是 反正一边走一边捡 这饭没着落了 这可把这 没着落了 应该野菜也好 挖一点的 这是不是聚菜啊 看一看 野菜有很多的 你看这是不是野聚菜 不像 还真好 等一下 嗯 这里哪有蘑菇 是不是啊 我也想问你们 你没有人捡蘑菇啊 我看好多人就说南岸这边有 南岸这边有 他们说景观大道有 对啊 他们也说看到景观大道有过来找蘑菇 还问我们呢 果然你会叫什么来的吗 我们也想找个人问一问的呢 对 好多人都看到网上有人捡的太多了 死了我的怀疑是不是真的 就是看到网上说好多 在这边好多蘑菇捡来了 不知道哪里有的捡呢 对 哎呀 笑死了 爷 嗯 我们去打包一份抓饭回来 然后呢 我们沿着路路边走 放弃了 没放弃啊 我们去打包一份抓饭来 然后就一个就去 先吃饱是吧 对 走 他们也来捡蘑菇 捡到没有 没有 哈哈哈 你们有捡到吗 吃饱就捡吧 哎呀 大白